我们看这题目 半导体产业的摩尔定律认为 机体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目 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用F of T表示机体电路上 电晶体数目随时间T单位是月 变化的函数 并假设T等于0时 F of 0等于1000 是回答下列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根据摩尔定律 用T表示F of T 那么我们根据题可以写下 这F of T 这等于我们用1000 去乘以这是2的 然后这是18分之T 次方 我们回答这个答案 第二小题 大概要多少个月 机体电路上电晶体数目会达到3000 那么四舍五路取至小数第一位 那我们在这里假设 经过K个月后 机体电路上电晶体数目会达到3000 那么这时候 这F of K 这个是等于3000 那么在这里T我们以K带入 所以呢 这是1000 乘以2的18分之K 次方 这等于3000 所以等到两边同处1000 我们得到这2的18分之K 次方 这是等于3 那么我们两边同取就log以10为底 所以这里会得到这次方 然后前面去 这是18分之K 乘以这是log2 以10为底这10我们省略不写 这等于这是log3 所以这时候我们将log2除过去 然后18乘过去 可以得到K是等于 这是18去乘以 我们用log3除以log2 那么log3呢 近视值是0.4771 log2的近视值是0.3010 所以这会约等于 我们是用18去乘以 这是0.4771 去除以 这是0.3010 那么我们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算出 这近视值 这是2.85 那单位呢 是月 我们得到这个答案 好看